法和團體週末在台北 台南 高雄 同步舉行賽河大遊行 台北凱達格蘭大道現場 由合一合二和合四場 當地的居民打頭鎮表達訴求 反對合一合二場演議 合四直接停工不封存 合四長期以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從六十幾年的土地徵收 以及後續的興建 那今天把他封存事實上 是一個很不好的事 應該就直接停建 因為他整個來講 是沒有辦法保證他安全 政府去年宣布封存合四場 認為是否商轉交由全民公投決定 以因應未來電力需求的彈性 也留給下一代電力選擇權 經濟部最近指出 在合一合二場的商轉執照 即將在107年和110年到期 合四又封存的情況下 林口大零星電廠若是趕工不及 明年供電恐怕拉緊報 反合團體則呼籲政府 即刻思考國家能源政策轉型 當政府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就逼著我們大家非得只能選擇 核電這條路 這是我們民間反合運動 非常不願意見到的事情 因此今年我們提出了 能源政策的訴求 希望能夠督促政府 盡快做能源轉型 今年台北的反合遊行 共有96個公民團體參加 有人機體打扮成雷神風神等神明 象徵台灣使用再生能源 有民眾舉步條 要送核電廠最後一程 也有年輕的學生族群 自發性的加入遊行行列 前年來的時候可能人還沒有這麼多 那就是看到兩年後人變多覺得 好像大家對這個議題可能更大的注意 就覺得還滿開心的 那我覺得就是必須要表達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可以上凱道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 讓政府聽到我們的話 主辦單位估計 台北有近三萬人走上凱道 高雄和台南分別有一萬人 和五千人響應反合 希望透過每一年的反合遊行 繼續發聲 突出政府能源轉型 打造安全的飛河家園 中央社記者張之彥王一文台北報導 高雄和台南分別一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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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